大家好,我是姨元 你们应该有看到1860国王放出来的王国邮件了 主要内容是讲他们之后会集体移民 这个是原版英文的,还有中文版 当地的居民跟我说有其他的王国邀请他们 暂时我听到的消息是1556 也就是爸爸现在的王国 Goodfather也在那边 但是这个只是听回来的,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王国邮件里面有没有写到 这应该算是王国合并了,集体移民 可是1860在前面是七连胜的 这一次是他们第一次落败 有些人认为他们输不起 所以才选择这样子的决定 860之前打征服赛季的时候其实我有跟到 他们表现确实是不错的 在以前的时候 后来匹配到一些王国可能没有那么强 甚至1860在上一季的时候跟786还有302打 这两个王国是完全不理他的 导致那场KPK是1860击杀最少的一次 每个王国陨落都有同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打KPK某一季是没有什么打架 或者是打得特别轻松 后面就没有什么人可以打架了 可能大家已经习惯农的生活了 或者是有一些大佬看到没有打架就移民离开 但是根据这一次860的表现数据来看的话 其实860死的兵是最多的 击杀方面也是比其他的王国还要来的更多 不过我去外国讨论区看到外国玩家的反应都觉得 860这一次表现的不是很好 可能外国讨论区对1860的看法不一样 这点我就不做批评了 我们只是跟着数据看而已 那跟他们同一个阵营的1034是韩国王国 我也是有去韩国讨论区那边看 其实韩国人的反应也不像外国人那样子 有些韩国玩家是认为1860已经进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这张地图上1860的阵亡也是最多的 有些人认为他们是白死 所谓的白死呢就是可能加季节加到一些灵车 或者是季节打到不是很好之类的 里面有提到一句1860的Z杀比1V还要多 就是1034还不够好 可是现在查看地图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1860其实还在先锋里面 其他王国都已经打掉先锋了 1860因为他是败北的真名 但是还在先锋里面 只要是KVK打输 你的王国还在先锋的话 都是会被人家嘲笑的 有些人嘲笑1860是认为1860太过自大了 认为自己会赢了这一场KVK 这张地图我只有跟到官司而已 后面我只是追1846 因为刚好这两个时间撞在一起 我没有办法两边追 第一点就是1860原本是打算跟1846那边约战的 只是不抽巧这两个王国是没有办法匹配在一起 846在这张地图开场的时候 其实是往两边跑 除了打2224之外 下面10211603也是跟着打 可是最后没有想到1021 他们防守进攻都不错 只是打官司就已经花了好多天 变成1860原本打2244的那个位置 全部兵都要派回去打1021 就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发现到 其实1860出来的兵量还不如对面来得多 就连1860当地的居民借我账号的玩家都有跟我讲 1860这一次是真的很少人出来打架 也这样打不过旗帜也守不住 但是他们只是打下面的1021而已 就已经表现成这个样子了 试想一下原本1860他们想要往右手边去跑 打2224之外还要打1093 1093也是这张地图的先锋王国之一 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子跑的话 最后的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也有不少的玩家认为1034一直在帮1860 所以在外国讨论区可以看到各种迷营 全部都是讲1034照顾1860的 尤其这张图片诠释了一切 1860的联盟礼物已经43等级了 有些人认为他们只会磕金不会打架 RIA戒永远都在第四区 15没有任何的想法 只有1V一个人在战斗 确实他们这场打到黄庭的时候 也只剩下1034在战斗而已 不过我们还是要看数据说话啦 有时候看表现不代表什么东西 不管怎样我相信每个王国都已经进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相信1860之后的移民大多数都是肯打架的战士 毕竟移民去别人王国 别人王国也是会审核的 不过也就表示说有可能1860之后就会跌出先锋的行列 那还不清楚是不是真的移民到1556 如果是真的移民到156的话 有可能之后156还可以跟1846约战 完成1860的心愿 也是让我感到意外啊 不管是1860还是1846两边都发生一些事情 都是有不少的玩家在讨论这两个王国 那你们对于1860这个举动有什么看法呢 集体移民 还是你们有收到一些什么情报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